《山海经》是一部远远流长的先秦古籍 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之一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地理书籍 它还融合了神话传说 古代历史、医药知识、民俗文化以及民族等诸多领域的内容 其独特之处在于它记录了古代的地理、物产 以及各种神话中的生物和奇异事件 这些记载至今仍引发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和研究 全书共分为18篇 大约包含三万亿千字 内容分布在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个部分 汉书、义文志则将其寄作13篇 未将大荒经和海内经纳入技术 《山海经》的结构精妙 按照地区而非时间顺序来记录事物 展现了古代中国对宇宙和地理的独到渐渐 特别是其对武藏山经和海外经的分足 遵循了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 每一部分都有其独立的结构和清晰的逻辑关系 古代中国人把《山海经》是作历史文献来看待 它是历代史家进行古代历史 地理、文化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 即便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 也对《山海经》中记录的怪物和奇异事件 表示了一种谨慎的态度 《山海经》所覆盖的地理范围极为广泛 从南山经的浙江舟山群岛到西山经的新疆阿尔金山 再到北山经和东山经所包含的广阔地域 它不仅描绘了中国古代的地理面貌 还展现了当时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总之《山海经》不仅是一部古代地理书籍 更是一部集历史、文化、神话与一体的综合性著作 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 地理、文化、以及中外交通和民俗等方面 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山海经》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享有崇高地位 其丰富的神话故事和奇幻生物也深深影响了现代文化 尤其是在游戏和剧作中 它的元素被广泛采用和重新诠释 为现代娱乐产业注入了独特的魅力和深度 在游戏界《山海经》提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观 为游戏设计师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来源 例如 《游戏先见奇侠船》中就融入了《山海经》的神话元素 通过设定一些基于书中描述的神秘生物和传说地点 增加了游戏的神秘感和探索欲 另一个例子是《山海经花》 这款游戏直接以《山海经》为背景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遇见各种奇幻生物 体验独特的冒险旅程 在影视剧作中 《山海经》的故事和人物也被频繁引用和改编 电视剧《风神演义》虽然以另一部古典名著为蓝本 但在其中也加入了很多《山海经》的神话元素 如各种神兽和奇特的地理环境 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幻想的古代世界 此外 许多动画和网络剧也将《山海经》中的内容作为创作源泉 通过现代人的视角重新解读这些古老的传说 既保留了原著的神秘色彩 又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力和意义 这些游戏和剧作的成功表明 《山海经》中的内容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其神话和传说不仅是古代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 也是激发现代创意和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 通过这些现代媒介的延伸和应用 《山海经》得以以全新的面貌进入公众视野 继续在当代文化中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 在接下来的这一系列的视频中 我们将借助AI 根据书中的描写 尽可能具象地还原它们的形象 给大家展示AI眼中 《山海经》里的生物 如果你对这一系列视频感兴趣 欢迎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